如果知道离开才怀念你还在 不如我们别醒来 在生活的念头将通关爱 期待用心生长的光彩 每个人的号码牌 会记载 重逢依赖 从此别再担心 雨雪覆盖 这些年有多少改变 还希望 说些背负直言 那重叠的视线 你会懂 微笑的心愿 一定还有闪亮的乐园 那个让着要离开的小孩 后来有没有幸福起来 一定是尝过了苦 那酸甜最后 才更把委屈解开 你也可以做到这样 但你还需要时间去历练 这有一个过程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让你受委屈了 咱这就是游戏规则 毕竟我们谁也不是光靠着善良 就能活下来的 你说呢 李洋的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 福利 薪金我都给它空了 还是那话 谁都有个价 赵叔叔 大壮功能饿不饿呀 咱们点点外卖吃 行啊 外卖几段时间 行 你吃什么东西 不辣就行 不辣就行 老板娘来了 老板娘 我 不是你 我现在还有谁 正好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家 帮助主人赵叔叔 赵叔叔您好 她是赵玛琳的舅舅 跟赵玛琳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是我妈多年的财务 过来帮我忙的 我跟索索那个照片 你洗出来没有 洗出来了 我看看照片去了 老板娘 老板娘 销售总监 朱所所 我呀 对啊 对不起 我去她洗手间 这 她 你是不是欺负老婆了 我 我没有 我特地订了玫瑰茉莉 混合优香型 不好闻吗 定个没味儿就不会啊 你 是不是琢琢又喜了 老夕 医院的事都搞定了啊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慢点 抬劲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你们干什么呢 大马路上呢 多奇怪啊 不是 你 慢点 慢点 快 去去 我 我开你 你后面陪索索就安全内计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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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是 我说你能不能开快一点啊 这人家喇叭暗得我都快要暴躁了 你别着急 人家千万都别暴躁了 人家都说前几个月 放不定 对了 我 我们家前两天还接了个案子 就是肚子里四个月大的孩子流场了 父母要给他办一个追悼会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人家父母可有教养了 是跟未见面的孩子做一个告别 气死了 什么死不死的 别别别别 快开啊 谢先生 谢太太情况怎么样 她好像怀孕了吧 这边 这边 你别理这小男生啊 他们以为孩子就是劣质双面 胶粘肚子里的 我没事 我没事 你别动 别动 我走 我给你们看行吗 我相信 我相信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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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自己 你慢点 我不要怀孕 我 奶奶在吗 你奶奶不在 我不要生孩子 我生了孩子之后 我身材都变样了 好看的衣服我都不能穿了 我不要 喝酒 别撒娇了 酒 到你生产之前 任何酒精都不能碰了 可是医生说了呀 酒尿是可以吃的 酒尿跟啤酒也没差多少 你这么四手补入下去 酒尿跟福特加也没有什么差别 我跟你说 命大的人从楼上摔下来都没事 你命薄的人 天天抱着肚子躺在床上 你也会小产的 我觉得我身体挺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来着吗 那什么 身体是最聪明的 我的身体告诉我没有问题 那就是老天告诉我 不要太当回事的 习家印知道了吗 我想过几个月 等肚子大一点了再告诉她 我不想让她觉得 我是无中生有 好像非得找什么理由去讨好她 你怀孕了 谢洪祖以后多陪为你 那个赵玛林也该西裁了 你不要跟我提什么谢洪祖 赵玛林 说他们都气死了 你知道那个谢洪祖 跟那个什么小鹤 开的那个小公司吗 那个财务总监 是谢家印亲自指定的 还是那个什么 赵玛林的亲舅舅 这都什么事情啊 那个谢洪祖身边上上下下 除了跟他结婚的人姓朱 叫朱索索 其他全是那个赵家的 跟那个谢家的 我刚刚做梦我还梦见 我生了孩子 还 还得管赵玛林叫妈妈 好 谢洪 谢洪 肚疼肚疼 喝点水 喝点水 其实我挺后悔的 后悔什么 后悔和索索结婚 后悔 之前我一直在玩 现在身马也忘不胜 你说我跟索索的孩子 一定很好看吧 是索索跟谁的孩子 都会很好看好吗 不确定 不是吗 那我会是个好爸爸吧 当然是啊 是吧 不过 你当了爸爸之后 咱们俩在一起玩的时间 你就会跟上了吧 怎么会 你是孩子的干爹 是吧 我就说嘛 我是干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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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孩子的干爹 这话得说清楚了 行 是吧 如果孩子生下来 谢家英还不接受我呢 你接受 我接受 奶奶接受 管他谢家英接不接受啊 那我们能养活这个孩子吗 我们不仅能养活这个孩子 我们还能养活好这个孩子 那我只敢生了 生 我想生一个男孩子 你不要这么看着我 我不是重男轻女 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 要想在这个社会上活得好 真的太难了 太辛苦了 哪怕外表看上去光鲜亮丽的 你看看我 我再看看你 特别是你 真要一分风顺 天天喝茶聊天 也没意思呀 不是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 不做事事 风衣足食 没事的时候做做饭 看看剧 吃睡觉 看着你的老公 慢慢变老 老到他出去浪的力气都没有了 只能天天跟在你居股后面 乱乱踩 然后你就看着你的孩子 看着他一天天长大 看着他一天天长高 他还可以管我叫妈妈 挺好的呀 你不想啊 不想 那你想什么 做一个伟大的女人 不管男人女人 要做有意思 有力量 有自由的人 清楚地知道 自己每天要做什么 然后全力以赴地去做 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对 我肯定说不出来 那我孩子生下来之后 你替我教育教育他吧 谢洪祖和小赫 还在楼下等我呢 那你不早说 人家在下面等你啊 那么哪里把我当孕妇 简直把我当做高位劫探 老王 你慢点啊 房地产是一个综合的 较为复杂的概念 从实用线想看 它是由建筑物与土地 共同构成 土地可以分为未开发的土地 和已开发的土地 建筑物与 你干嘛转台啊 可以吗 那不是 叶锦岩吗 我 我怕晚上做 我还在帮你抢走了 你对我这么没自信啊 不是对你 不是对我自己 你知道以前我就觉得 你想嫁的那个应该是叶子妍 今天咱俩结婚了 我还是害怕 我怕 他 那天他真的放飞自我 你不管不顾 你说 来找你 要你跟他走 你头也不回就跟他走了 还把孩子带走了 那我可怎么办呀 老公我跟你说 第一 他绝对不会来找我 第二 我绝对不会跟他走 我们只要把图书馆建得够好看 就可以吸引很多人来 来打卡 然后再放到社交平台上去 就可以聚集起足够多的人群 打卡就意味着 人跟建筑是没有关系的 那就没有办法有更深沉的交流 我觉得他想法特别好 萨琳娜真的 启发了我和我 叶总 叶总 新来的 叶总 您好 我叫萨琳娜 您好 您好 坐坐坐 我就是随便过来听听 我们正在聊一些 关于如何利用公共空间的公共性 公共性 公共性 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公共空间不断在缩小 城市里面寸土寸金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 希望可以让人跟人连接起来 打破人群跟人群之间的这个壁垒 那我又想呢 在这个数位时代里面 人心是很难去在一个地方扎根的 所以我们就想建一个图书馆 让人心能在这个地方扎根 明天有没有人 有没有时间和你见一面 请先不要告诉王永正 我有些事想单独和你聊一下 你在干吗 有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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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准备睡觉 晚安 晚安 你看中午方便还是晚上下班后 我都可以 中午 学校附近 好的 明天见 好的 明天见 不好意思 迟到了几分钟 没关系 难得有机会回到学校附近坐一下 我今天正好要来看一个建筑师 救出学校附近 找我什么事啊 还要回避王永正 你先喝点东西 我慢慢跟你说 咖啡都忘了听 好了 谢谢 我这几天也跟我同事找了一些专家 做了研讨 就怕我们自己是一腔热血 做了这个图书馆 没办法乘一两年 就因为不盈利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被挪作他用 那也至少存在了一年两年嘛 那我们还是希望时间能够长一点 完美 但他还只是个计划 存在你们那梦想中 自然都希望时间长一点 能够长久完美 但是公共建筑 人家怎么使用 使用多长时间 都是你无法左右的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叶济妍那样 有眼光的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蒋南孙 我当然知道 我现在是代表我的公司 来邀请你的加入 所以你不让我告诉王永正 今天你来找我 如果今天我能说服你 我会去跟他坦白 向他解释 但如果没有 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希望你能理解我 我的建议是 先接受 他可能的不长久不完美 先去做去表达 让人们看到 做一个勇敢的先行者 然后可能后期有人 帮你传递下去 帮你制真完美 好 我想想 这几天 我整理一些具体的意见给你 但不保证你的成就和完美啊 谢谢啊 老董 有空把蒋南孙也叫来 我们一起聊聊你的成就和完美吗 好 他去了杨柯的公司 你们现在是竞争对手了 怎么那么八卦 接受不完美吗 你应该没有忘记吧 王永正当初是希望 用我的坚持来打动你 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经研 加入我们读书计划项目小组的 我没有忘记 所以今天对我来说 是个挑战 我想了很久 才下定决心来找你 那你已经做好了失望的准备了 但是我不能不来找你 不能不竭尽所能的来说服你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这是我的领导交给我的任务 南孙你知道吗 这样的话 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真的特别难理解 我可能会让你的领导也失望了 你要有所准备 杨柯跟我说 在你的合同上 薪资福利都是空的 都好他 你开家就好 但是我知道 你不在乎这些 你在乎的是完成一件事情的成就感 但在金言 这种成就感 你觉得你会获得吗 在金言 所有的项目 拿出去都是叶锦言的项目 叶锦言是金言的代言人 吉祥物精神领袖 不会有人去问问 是谁的创意 也不会有人知道 谁是李昂的 但在杨柯和唐欣这里 项目你为主导 你是何欣 你的名字在第一个 将来青史留名的 是你李昂的名字 您好 这么巧啊 李昂 这么巧 对 是挺巧的 我 我们俩也是赶巧碰上了 你今天不用上班啊 怎么跑来这儿 李昂等一下还有事情 那李昂先走吧 我来跟你解释 什么事情还需要解释 你们俩不会 我 我们公司让我来问问李昂 有没有想要跳槽的打算 那你们继续 王有正 王有正你等我一下 王有正你等我一下 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希望你能理解 我们在两家有竞争关系的公司 我们以后可能会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 你知道我跟李昂的关系吗 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 经验现在的状况 包括李昂在经验的重要性吗 所以李昂不没有答应 这不是答不答应的问题 这 可能我就是没有办法公司分明 这件事情你有什么好处啊 升职 加薪 都有 这是公平竞争 李昂又选择自己工作的自由 这不公平 你跟一般猎头是不一样的 至少在今天以前 我跟李昂是不必为你的 我以为我们彼此之间 是有信任的 但我想 现在开始我们应该要保持距离 对不起 对不起 祝你早日升职 加薪了 跟李昂谈得怎么样了 我刚刚跟李昂谈完 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 但我觉得有些话他是听进去的 你要直接见他 好 我想办法帮你约一下 来 孙恩 小姨 走 走 要杯咖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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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来送我的 紧急状况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来找你 能不能帮上忙 你妈妈的事情 她已经半个月没跟我联系了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是公司的事 你公司还是叶简岩公司 都是吧 你想跳槽去叶简岩的公司 我跟你说了 杨柯那边你习惯不了 也不会喜欢的 不是 是杨柯让我去挖李昂 你知道李昂的 知道 欧永仲的搭档 我多少还是听说了一点的 他在公司应该算是 老叶的小知己吧 他要是走了 老叶一定是伤心的 唐欣明天要见李昂 我要不要跟李昂说一下 唐欣是下得血本的 李昂如果去公司见了她 那就跑不掉了 那是李昂的事情 那叶简岩呢 她老江湖了 这么多年 来来去去多少人了 肯定也有不少的李昂 她能承受的 你不用替她操心 但是金燕现在缺人 叫你去吗 你又不去 我去了也没有用啊 那你就不要替天子操心了嘛 我是想说 你能不能留下来 如果李昂走了 你去金燕 我觉得我可能就 没那么内疚了 我 去金燕做什么 领导研发小组 你比李昂跟我金燕更厉害 只有你去的金燕 他们的部门才能保全下来 不可能的 为什么 你不是一直很惦记着金燕吗 我惦记我放不下 不是因为我想回去 是因为对于我来说 那是我年轻的时候 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 也是教训 让我明白那些事情是没意思的 这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南孙 部门是被人兼病了 还是独立着 这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 你自己心里过得去 才最重要 我有什么过不去的 你这么匆匆地赶过来 要求我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就为了替你的选择买单 到底不是这样讲的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愿意去挖里昂 这中间的是非取之 我相信你有你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但毕竟 对面是王永正 我也知道你喜欢王永正 很喜欢 比喜欢张安然喜欢得多 但你还是做了这样的决定 那你就得为你的决定付出代价 求人得人 做人不能太贪心的 尤其你不能 牺牲我的生活 来换取你自己的安心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打开我 我自己的事 你会不会答应他了吧 他跟你说了 我是知道杨柯那边 可能会给你更好的待遇 但这里需要你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呀 你要是走了 老爷会很失落的 他来找我是徒劳的 而且他说他没办法 是因为领导给他的任务 是因为领导给他的任务 你也不想要做 你也不想要做 希望这事 不会影响你们俩的私人关系 我觉得 你们应该提前做个约定 我是觉得 他应该先来跟我说的 嗯 从工作角度上来说 他确实应该提前 跟你打个招呼 但是从他个人角度上来说 他无论怎么做 都很难做到公司见过的 你妈怎么了 没事啊 我问你啊 什么样的情况 你会选择跳槽啊 我 没有啊 除非你们要走 我就跟你们走 你们要走 我们不走 别听他瞎说 喂 莱莱 大公 累死了 怎么没了这么多东西啊 哎 哎 哎 你看什么 你想不想要孩子了 下去 我忘了 怎么行 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起来起来起来 你今天有什么感觉吗 我能有什么感觉 我挺好的 挺好的 我我听听吗 哎 哎 我跟你说 以后你不要卖这些东西回来了 好不好 太多了 你看咱们家哪还有地方放 嗯 我跟你说 这不是我买的 那谁买的 我妈买的 怎么了 我妈今天来公司了 就把这些东西都给带出来了 说你现在出门不方便 都是给你买的 真的是你妈妈买的 当然是了 为什么这样骗你呢 而且我去网上查了一串 我就怕我妈使了一个什么招 我一查 都是进口的好品牌 而且是那种 妈妈论坛的那种叫什么 那词叫热 热销品 谢谢啊 我跟你说 我妈这个人吧 其实 她就是要面子 她嘴上从来不认输 但是我觉得心里啊 早把你当成刺激人了 真的 阿姨最近身体好不好 对 应该怎么办 妈妈最近身体好吗 对 杨柯能搞到很好的冬虫夏草 要不要让他搞一点 给你妈妈送过去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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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 搞什么冬虫夏草 我跟你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你 你把身体养好 把宝宝顺利地生下来 带着宝宝去见奶奶 这比什么冬虫夏草呢 不强多了 我是不是偏丑了 没有就长了一二三四七八个兜 烦不烦哪 没有 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最好的 你腿呢是不是粗了 不粗 这这多血 跟我腿都差不多 不粗了 你电话 接一下吧 喂 妈 妈 你别急 你怎么了 好好好 那我马上回来 我马上回来带你去医院啊 怎么了 我妈老妈病犯了 说心脏疼 我赶紧回去一趟吧 那你赶紧去吧 有什么事跟我打电话 那你别等我了 好吗 别回来 我先去了 你修理我一下吧 你修理我一下吧 这电话你到底打还是不打呀 你再不打李洋要睡觉了 打 打 你说 我既然都去杨柯公司了 既然都已经选择我要走的路了 就应该义无反顾一点 你说是不是 还有一点儿 你只会说 我一侯都去送她 我一侯都去送她 我替你送她 我一终 我家 Destiny 我一侯都去带她 你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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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同事 别喝了 喝太多了 我没事 算了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吧 不要麻烦人家了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不行 我给你约个车 你喝了酒我不放心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 说白了 无非是因为一次次相遇和告别 十岁 二十岁 三十岁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习惯了 才能不感伤了 我们永远都习惯不了 我们还是会感伤 我们办公区不太大 为了表示对你的诚意 我们就租下了这块区域 今年有读书计划 我们有音乐厅计划 我们会跟世界上最优秀的设计师合作 你说的专业性 文化性 我们也是有的 我们的读书计划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耳目于心的设计 没有多大的投入 但是反过来我们就想融入社区 可能会不起眼 但是就是想要这种润无戏无声 那不一定需要是你呀 别人也可以 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吗 只有像叶总这样 要急流勇退了 再去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情 才是有意义的 对于你现在的问题来说 你首先要让自己成为叶景员 我是陪叶总走过来的 我可以帮你 李洋工作室 明天就可以成立 上海最后一个城中村 交给你负责 当然你也可以在里头 放一个图书馆 书店什么 只要能说服唐总 我不干涉 合同 尽快签 尽快看 现在我们的项目是 是见在弦上 就等你了 等你好消息 随时欢迎你 谢谢唐总 乃孙 帮我送点领 送完过来 找你个事 好 欢迎 行吗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王永正那儿 我们都会好的 那我先走了 我送你 李洋一离开惊严 王永正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老叶心心念念的研发小组 也要泡汤了 带夕一直没走啊 据说是知道你的动向 把机票给改了 佩服 如果我是叶锦岩 我都会很感动 你 不怕他再回锦岩吗 说得狂一点啊 你会害怕一个 曾经在你手里输过的人吗 佩服 进来 李洋的业务能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人际关系上 我希望你能够帮他周到一点啊 我知道了 下班吧 今天回去好好玩玩 放松一下 明天就要打仗了 要真刀真枪地上了 只有今天打赢了 才能证明你的决定没有错 你赶紧赶紧给出所所打电话 让他出来陪你喝个酒 吃喝玩乐我都给你们报销了 这小姑娘年纪轻轻的 活这么透彻干吗 放过自己一点 我跟唐总承诺你的 一样都不会少 谢谢杨总 唐总 去吧 没有错 没错 我也没法证明是对的 不是 李洋啊 你说你横一个对不起 竖一个对不起的 说实在话的啊 你对经验也好 还是对叶总来说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啊 因为究竟你干了这十几年 你为公司创造了非常多的价值 对吧 你 你突然间你就说你要走 而且没有任何理由 叶总没有说不让你走 但是如果你就这样走了 那么整个圈子里 将来所有人都会指着你后脊 那样骂你知道吗 对不起 李洋 李洋 你走吧 我相信你 你走 肯定 有你的理由 不管什么理由 我都 希望你将来 能够顺顺当当的 到了别处 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 也许 不许是经验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走吧 谢谢叶总 不用 再见 叶总 再见 再见 范明 不是 告诉人事部 在待遇上 不要亏待他 不是 我们这是在搞慈善嘛 说走就可以走啊 他走肯定有他的原因和理由啊 只是人家不愿意说 这是人家的自由啊 你管这么多干吗呀 什么原因 我一定弄清楚 你弄清楚有什么用啊 你可以不清楚 但我必须得弄清楚 我当然清楚 这一个个走的 都是人家的原因吗 有没有我的 你想过没有 你不会 有一天你也走吧 如果有一天我走 如果有一天我走 我也会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我不能就这么 随便就走了吧 我不会给你这个理由 我就问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就问你这什么意思啊 这牌给你挂上去啊 挂没几天 现在人家多给你一点钱 在明明上映上你的胎头 你现在要过去呢 当初是你跟我说 你要复原 你小时候读书的图书馆 你说我们起码 做十个社区图书馆 你还跟我说啊 钱不是你首要考虑的啊 你还跟我说啊 你还跟我说啊